蔡政府现在这个所谓的被禁止了台湾凤梨 那你呢对大陆呢又有多少的善意呢 我们看看民进党的部分你看 大陆禁所谓的台湾凤梨是打压吗 那民进党对大陆的禁更多了 怎么说呢 华为你禁嘛 淘宝台湾你禁嘛 爱奇艺也是嘛 还有包括空拍机嘛 武汉包机也不让小民回家嘛 甚至呢大陆的新冠肺炎的疫苗啊 试剂啊都说不准啊没有用啊 你看这么多的一个歧视 你看呢就连林书好 他呢在美国的时候他都说他也被歧视 他在NBA当了九年老手 在球场上仍然被称为新冠病毒 那就让我们想到谁 苏贞昌嘛 你到现在还是坚称武汉肺炎 你还是带了仇视的态度不是吗 是啊可是问题是 在刚才其实我们听到 这个王业元在视讯里面他有说 其实大陆有给台湾的农民方便 所以包括有其他的一些什么规范等等 他都尽量让你什么方便呢 这个就是一种所谓的让利 可是呢因为你对他做出这些 你让他觉得你充满了敌意 你既然敌意你在仇中 那我为什么还要继续的让利呢 然后现在反过来 你就一直说人家在打压你 但是大陆现在他有很多的选择 你比方说水果 水果他不但大陆其实现在 也自己开始种凤梨了 而且据说也不差 水果的品质也不错 再来呢他也有从其他的东南亚国家 也进水果啊 所以那为什么一定非得要买你台湾的水果呢 甚至大陆的农业慢慢都在进步当中 技术也在改良中 所以如果你看到现在这个状况 你真的会捏一把冷汗 身为一个台湾人 因为呢过去我们讲到台湾的鰻鱼啊 日本是抢着要的 市占率过去可以高达五成 两条鱼里面就有一条是台湾的 但是现在竟然可以从五成跌到5% 也就5%差别在哪里呢 你看九零年代 就是说台湾鰻鱼出口有超过六万顿 缔造了五六亿美元的产值 然后呢现在大陆的鰻鱼来了 进口到日本去了 市占率打五成五 但台湾刚刚讲到了嘛 变成五% 被取代了嘛 不能就这样被打趴啊 而且还是被大陆的鰻鱼给打趴啊 但是大陆现在他们有一个条件 慢慢有一个优势 就是有低价还有大量 然后去抢工 那尤其防疫期间 日本人他们也不太像过去嘛 专程跑到那个餐厅 在那里吃鰻鱼饭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大陆的鰻鱼加工厂啦 包装厂啦 这个台湾的鰻鱼加工厂包装厂 现在就只剩个位数了 受到了影响了嘛 所以跟全盛时期已经差很多 因为你现在呢 光是在日本的鰻鱼市场里面 台湾就已经面临到大陆的竞争跟挑战了 所以呢 所以这个戴老师 这都是警讯啊对我们来讲 我们的政府长期以来都只搞政治 我想我在上个礼拜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说 一直过度的玩政治 政治到最后把你玩死 那也就是说因为你过度的政治化以后 你就扭曲去判断事实的能力了 那这个整个判断事实的能力都被扭曲以后 这个国家这个国民它不会有未来的 这个我已经在多次在节目里面谈到这个概念 各位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农委会 代证或者是这个偷懒 或者是无所作为是不是已经太久了 前一段时间就是几年前的时候 我们还在报道这个有关于抢疫苗的问题 慢于苗 那时候慢于苗在缺 那也就是说我们农委会 完全没有把我们台湾的这些农渔业的这些人才 教授们把他们组织起来都没有 我们什么作为都没有 我们都是在放牛吃草 因为我们的政府官员很好干 公务人员也很好干 公务人员现在被整到他根本就是只想 因为从蔡英文上来以后把他的退休缝都砍掉 那他本身的工作的劳动的意愿 其实已经消失了 我多次以前在几年前我就说 蔡英文你把台湾的国本伤了 现在开始看到副作用了 好我们现在的问题你看 我们的农委会几乎没有作为 所以我们的鳗鱼没有现代化 没有把它整个经济规模的升级 然后没有去对于鳗鱼的更有附加价值的做法 什么都没有 而大陆你看它开始从鳗鱼苗 然后到沿海到铺路 然后到一条边都建立起来 所以它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 它的成本一直在下降 然后它的鱼会越来越漂亮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当然就比我们有竞争力了 它就赢了 其实大陆并不是没有凤梨 大陆在2014年的时候 它的凤梨已经可以生产到140多万吨 现在200万吨 对快点 现在已经到200万吨 台湾才是50万吨在那个时候 换言之也就是说 大陆它其实生产很多的凤梨 因为它整个国土面积非常大 它从南部从热带 亚热带一直到寒带都有 那各位您想想看 凤梨 我们就单单讲凤梨这个水果 凤梨这个水果有一些种类 例如说像您讲的金钻 它就不应该去用来再加工再吃 它是直接食用是最好的 因为它的价格是比较高档的 所以我们台龙你看有多少好 那也就是说有的是可以直接吃 有的是应该是跟食物做料理的 有的应该去做罐头 有的应该去做成蜜饯 好那我们也很清楚知道 当你把这样的一个凤梨你做区分 你去发展的时候 那有一些你就可以把多余的 开始进行各种不同的附加价值拉高 它的存放的周期拉长 而且由于它存放的周期拉长 你就可以把它往欧美的地方削 因为欧美日本的糕饼类 它们很多的糕饼都是用水果干 来作为它们的主要的材料 而且那个水果干是很贵的 但是我们的农委会什么都没做 我们贷政 我们没有帮农民做事情 我们也没有去研发 我们也没有去把它做成为一个 高附加价值的东西 往外去推销 我们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刚刚玉珍讲说 现在出了问题了 就怪那个说大陆是对台湾养套杀 那你很早你就知道说养套杀 然后问题就在你的对策在哪里 你的准备工作在哪里 什么准备都没有 可是我觉得我更赞成凯翔的意见 两岸之间是不对等的 不对等的意思就是 台湾对大陆是歧视的 台湾对大陆是非常的不公平的 非常的不友善的 大陆把门其实都是打开的 几乎台湾人你爱去大陆就可以去 你几乎都可以自由的来往 你可以自由的去投资 你几乎都可以 几乎已经没有什么限制了 可是台湾对大陆是不是三卡无卡 这个卡那个卡 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这个不要 然后这个不要那个不要 而且不要玩了以后还要摔人家一句 摔完了以后还再骂一句 骂完了以后还说 我让你进来你会把我吃掉 那问题就在于美国的钱可以进来 大陆钱不能进来 日本的钱可以进来 大陆钱不能进来 问题就在于美国跟日本 看不到大陆钱进来 他们根本就不愿意进来 那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道理 但是问题就在于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占大陆人的便宜 占到已经变成理所当然 这不对的嘛 也就是说你已经几 多少年来你一直在占大陆人便宜 你已经变成说 我习惯你就应该这样对我 人家现在只是要求一下对等的情况 你就哀哀叫 说这是打压 坦白说大陆如果要打压台湾 还不用打压 他只要要求一切对等 只要要求一对等的 一切哦 所有的东西都对等 也就是都是平等的 你对我怎么样 我对你怎么样 只要要求对等 你认为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好 好